很多时候,我们看别人的故事,但是要运用在自己的生活里去,那些可能会让你后悔的事情,一定要尽量避免,因为人生,不会重来,很多遗憾,永远也弥补不了了。 因为那是三年前的一个盛夏,和今天的天气一样,高温闷热,我出差回来,看到老公孙勇,正在给他的宝贝多肉分盆,很悠闲的样子,我一下子火就来了,想起出差路上,同时小林和我的聊天。 小林说,我下个月过生日,老公送了我一个孤独的包,给你看看,我羡慕的看着他手里提的包包,说,你真是叫了个好老公啊。 小林拿捏出一副不以为然的表情,说,好什么,整天不回家,不停的工作,除了给我钱,什么都给不了我。 我却觉得小林的炫耀好过分,假装想睡觉,闭上了眼睛,心里却无畏杂陈,无论爱的条件还是学历,他都比我差异的。 可是,他就是好命,嫁给了一个事业有成的男人,住着富士大房子,开着五十万的车,每年两次国外度假。 而我呢,我老公孙悠,一个国企小职员,除了上班或日子,就是晚上画画看书,伺候花草。 有一次,我让孙悠带我去网品吃牛排,一进去,看那菜单上写三百二十八元以为,他吓住了,饮食指点了一个人道,小兮兮的对我说,我不饿,吃点米剩下的就可以,那还算的样子,让我完全没有享受大餐的快乐。 想着这些,看着孙悠和他一阳台的多热花草,我皱了皱眉,问他,结果出来了吗? 孙悠一脸迷茫,什么结果,我出差之前,你公司不是要组织中层镜片吗?我问,哦,我没参加,什么,我极力压住涌到猴头的怒气,其实我倒就预想过可能会是这种结果。 但我还是希望奇迹发生,希望孙悠能去参加竞选,为此,我出差之前,还认真跟孙悠分析,过很多次关于竞选的利弊。 我说,老公,你的单位是国企,唯一的发展空间就是竞选中层,然后一路升上去,和你一起进公司的同事,工作能力远远不如你。 都早早订聘到各分公司做了中层,别看公司级别没提高。 但那些名利爱理的岗位今天,年终讲什么的?足足搞出你好几倍。 其实,我说的都是真话,孙悠的业务能力有目共睹,他是部门里的技术骨干,一有新任务他就得忙得加班加点。 可工作能力再强,顶多不就是年底评个优秀员工吗?我就没当官的天赋,孙悠每次都轻描淡写,的为自己的懒散找借口。 你就是懒,你看我周围,三十出头的女人,哪个不都是提着几千块上万的包? 只有我,还拿个两百块的包,我都嫌丢人,我终于忍不住了,大骂起来。 最后干脆把孙悠的一盆多肉连根包起,扔到阳台下面,吼道,我不管,明年是我们结婚十周年纪念日,你必须给我买个LV。 晚上,孙悠跟我一起回娘家吃饭,饭桌上,我爸问他最近工作怎么样? 他回答,挺好的,我没好气的抢白他,好什么好?你都快成普通人工中最大年龄了了吧? 孙悠有些尴尬,我爸赶紧打人场,生活吗?还是顺气自然的好,我不想反驳我爸,但还是忍不住甩出一具鸡汤,真正的顺气自然,是竭尽所能之后的不抢球,而不是像他这样两手一摊的不追求上进。 孙悠那天中就没有控制住,回到家就跟我大吵了一架,你怎么现在开口闭口就是钱? 你和大学时候,完全是两个人了。 我冷笑,大学时候,我当时就是个小瓜,不然也不会嫁给你,你买个十四块的礼物,就让我高兴半天,你买了一个两千块钱的戒指,我就嫁给你了。 你们这些不会挣钱的男人,就知道说爱钱的女人俗气,爱钱有什么错,每天睁开眼睛,都需要钱。 孙悠竟然眼圈有点红,我不明白,为什么你不能像以前那样,而我委屈的当夜都睡不着。 是,我是变了,可是你不知道,我为什么会变吗? 我也希望云淡风轻的生活,我也有着对人生的美好规划,看很多的书,走很多的路,认识更多有趣的人。 可是,结婚后,特别是生了孩子后,我发现,这种纯精神的梦想太失望了。 就说我们现在住的房子吧,是结婚时两家老人帮忙住的首富,五十平米的二手房,又老又旧,楼道的墙壁上,总会掉白默默,线路也都老化了,更换保险似成了我们的家常便饭。 生了女儿后,我们只有把女儿的小床铺在客厅的一角,有时候想来心酸,想给女儿一个单独的书房,都成了奢侈。 再说到教育之初,女儿四岁多,要学舞蹈,要上幼儿园,要出门旅行,每年花费都在五万以上,这还是一直在紧着手。 如果我稍微宠爱一点女儿,这个数字就要往十万跑。 是的,这份困重的婚姻改变了我的消费观,以前没结婚的时候,是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的小仙女。 可现在,我成了一个勤俭持家的主妇,睁开眼睛闭上眼睛,都是钱,为了省钱,我可以排队一个小时,买减价鸡蛋。 为了省钱,我熬夜到凌晨,去网上抢特价衣服,我愿意这样吗? 倒是孙友,他一直没变,大学时候,他就对物质需求很低,如今依然是安然的享受这份低配的生活。 那时候的孙友,既不像其他男生那样通晓玩游戏,挂嗑挂嗑的混日子,也不会为了保颜名额,就去参加社团给自己的简率加分。 他很清楚自己的兴趣所在,坚定的走着自己的路。 那时,我认定,孙友一定是个潜力股,我相信自己的眼光。 可我错了,现在的孙友依然如此,从不想经营人脉,开拓事业前行的那些东西。 他宁愿读一堆有用没用的书,周末跟朋友约着小聚,要不就宅在家里看球。 他对各家球星如数家珍,技术分析头头是道,简直就是一个大写的无欲无求。 其实,孙永的这份不便,才是对婚姻没有责任性的表现。 三就是那一夜,我暗自发誓,要买一套大一点的房子,和一个LV包,让我的姐妹们也看看,我并不求。 那个周末,我拉着孙永去逛街,偶然发现一个小区楼盘正在搞活动,我们便进去看了一眼,我随手指指其中的一个户型问。 你看这房子怎么样,孙永认真看了看,嗯,确实不错,户型设计好,周边配套也齐全。 那咱买一套吧,孙永以为我说着玩,你知道这儿的房子多贵吗?咱现在哪有钱买房子? 第二天,我一个人过去交了五万订金,订了那套九十平的房子,回家后我跟孙永说,房子订了,村五万比十万,反悔的话,这五万订金就白交了。 大概孙永完全没想到我会这样,和我大吵了起来,我一副生命组成熟饭的样子,告诉他,如果不买,五万就搭水漂了。 没办法,孙永只得接受我的办法,把旧房子卖了,还完银行里的贷款,剩下的钱里首付还有六十万的缺口,只好开口向父母和朋友们借,借遍了所有人,终于借到了六十万。 这么多债备上升,孙永也感到压力很大,每月一发工资,扣除月工和房租,只剩下两千块的生活费了,而我们还承诺两年内还亲父母和朋友的钱,这日子有点过不下去了。 我和孙永不得不开始做第二职业,我学的是英语,写试经朋友介绍翻译点小稿,因为完成质量和速度都不错,开始直接从翻译公司接大稿,所有的写试时间,我都在电脑前打他打一个桥子。 孙永也很快找到了自己的路子,他是计算机正夜的,晚上和周末去给朋友的培训机构讲课,也能有不菲的课时费。 有时,孙永讲了一天的课,回家后泪瘫在沙发上,我却也顾不上给他做饭,忙着翻译材料,随便跑点方便命退付一顿。 几个月下来,孙永瘦了许多,有时候我劝他休息一下,慢慢还债,孙永却说,嗯,现在这个活,挣钱比较快,我要多挣一点,明年结婚十周年,还要给你卖LV包呢? 原来他一直记在心里,对于孙永的忽然开窍,我感到很幸福,对未来的有了钱所未有的信心,我见到同事小林,再也不见目了,腰杆儿也挺直了,我想不久以后,孙永也能让我过上那种生活。 此赚钱的日子很苦,孙永再也顾不上他的那些多肉,渐渐的,阳台上的花草都死光了,因为白天要上班,晚上要上课,孙永只有晚上十点回到家,才能被第二天的课。 每天他都是凌晨一点多才睡,第二天五点多就醒来,继续被课,因为八点多就要上班了。 这样的节奏,一晃过了十个多月,孙永那天算了一个账,竟然赚了二十多万的课时费。 他开心的抱着我说,如果算上工资,这一年,我就挣了三十多万,那晚,我们一起喝了红酒,好好的庆祝了一番。 半夜十分,孙永突然把我开醒,说,我感到胸口好暗,我当时没往心里去,以为只是有些缺氧,就去把窗户开大。 孙永做了一会,又躺下了,第二天,我劝孙永要不去看看吧,孙永说,没事,今天好多了,2017年6月2日,是我们结婚十周年的日子,孙永请我吃了大餐,并且递给我一个盒子,那经典的话,让我兴奋极了,是我做梦都想买的LV。 我靠在孙永的肩头,说,你这一年多辛苦了,也瘦了好多,你把那个讲课的兼职辞了吧,我们欠的债,慢慢还,没事,我是个男人,就应该赚钱,让你们过上好日子。 孙永的话,让我很高兴,觉得自己终于成功改造了不上天的老公,我把的包,筛到朋友圈,很快就引起了疯狂的和评论。 那一瞬间,我好像第一次觉得,幸福极了,然而,几天后,我正在上班的时候,却接到打来的电话,请问,你是孙永的妻子吗? 她现在正在抢救,我想坏了,一种不好的预感慢上心头,我打了一辆出租车,一路狂奔,一路眼泪。 到了,急救室门口,有两个警察,然后医生摇着头告诉我,孙永已经永远离开了我。 警察告诉我,他们在红绿灯路口,看到一辆车一直不动,走上前,发现孙永趴在方向盘上,已经不动了。 医生说,你老公早都患有心原性肩脏病,可能是太疲劳了,所以引发了猝死。 其实,送到,已经不行了,我的泪水,像断了线的珠子,疯狂滚落,我摸着孙永的脸,双手发抖。 他的脸那么冷,毫无温度,都是我逼死你的,我的心里不停的想着这句话。 若不是我逼孙永挣钱,若不是我逼他换房,若不是我为了那点失荣心,逼他给我买LV,他断然不会这么劳累。 可至于猝死,在父母和公婆的陪伴下,我们一起送走了孙永,若大的家,剩下了我和四岁的女儿,看着阳台上那些空空的花盆。 我想起以前的日子,孙永总是在黄昏时分,站在阳台上,脚花湿北,打理他的多肉。 我从不担心他会出去鬼混,从不担心他会有外遇。 我又想起来,我们读书时,有一次我练习瑜伽,扭伤了脚,我疼得满头大汗,他坐在地上,给孙永打了电话。 二,孙永背着他回家,又心疼,又生气,你不折腾自己来收拾吧,干嘛被逼自己更不喜欢的事? 如今想起来,我的心就像被刀子一刀刀斑,很疼。 孙永活着的时候,我每天看他不顺眼,觉得他不会赚钱,太抠门,每天都挖空间子想逼他上进。 如今,孙永被我活活逼死了,我们脑子都是孙永的好,我好后悔,也恨透了自己,如果时间真的可以倒流,我甘愿和孙永在五十平米的房子里住一辈子,甘愿过一辈子他种花我喝茶的日子。 可惜,人生从来都没有如果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